哈囉大家好我是騰騰我們今天呢要來做這個 以族騎兵的最強角色推薦 還有這個需要你幫我分享以及這個刷手抽的步驟教學 好那麼首先呢來介紹一下這個遊戲 目前推薦的T0角色 那首先第一隻的話是這個坦克 坦克的話推薦的是這隻烈奧尼達 可以看到他這個主動技能喔斯巴達格鬥術 他的這第三行開始他的生命值守勢低於1%時會激發這個無盡怒火 他在5秒之內會吸收一切傷害 然後可以把吸收到傷害40%轉為生命值喔 所以的話他是可以直接硬扛5秒那在這5秒之間的話你的這個角色應該也都把敵方的敵人都親的差不多了 所以的話你就可以把他丟到一個這個攻擊力最強的範圍然後他去坦傷害然後後面呢就跟著你的那些隊友 那這樣可以最快速的把敵方的這個 最重要的設施給清除掉 那接著第二隻推薦的話是這個法師的烏大尾 他的阿波羅之灰呢可以造成這個大量的範圍傷害 而且呢他造成傷害的同時 他會恢復自身的生命上限 這個生命上限6% 所以的話 所以的話他總共有5道光然後乘上6%總共就是30% 而且他冷卻時間也才12秒 而且他是屬於被動技能 而且只要他覺醒之後呢他這個生命值地獄30%他會進入這個隱身狀態並且免疫切傷害 又可以再多輸出個幾秒然後也有可能呢再把自己的血量給恢復上來 然後接下來推薦的第三隻呢是這個埃及艷後那他算是這個遊戲內最 強的這個補師角色 而且你看他冷卻時間呢只有18秒而且他可以 而且他可以直接對場上的英雄進行8次治療所以應該是不用考慮他的範圍放在哪裡 而且他會優先治療這個生命值最低的英雄幫助你不要太快減圓 而且的話他覺醒之後呢還可以再添加這個200%攻擊的一類的生命屏障 然後這也讓保護英雄效果更加的有效 然後接下來是兌換禮包碼序號 那我們點擊左上角的人物頭像 然後接著選擇右下角的設定 這邊在最左方這邊就有兌換 那我們這邊輸入兌換碼第一個是這個TK888 TK888 然後點擊兌換 可以獲得一些鑽石石物還有一些加速 那接下來呢是這個NY777 NY77然後一樣兌換 可以獲得一些金幣食物還有實況 那再來呢是這個TS 然後 CWD TSCWD 好一樣兌換有一些高級進化之果還有一些這個鑽石 好那接下來第 4個呢是2A然後7XDS 2A7XDS 然後一樣兌換 有些果汁還有實況 那下面一個的話是這個5XF 然後 AAG 5XF AAG 好那兌換之後呢一樣有這些獎勵 那下面一個呢是這個SSR888 SSR888 好一樣兌換有 又獲得一個進化之果跟一個一些普通的果 好那最後一個呢是ANT666 ANT66 然後一樣兌換 這個也有一些普通的進化之果 還有這個藍色的三星碎片 那接下來呢是刷手抽的焦球 那我們通關第2關呢他就會送你這個10個的高級進化之果 那除此之外呢你們也可以在這個開服的福利這邊 領取這個100個鑽石 然後呢之後呢在這個商城 的開服必買 這邊也可以領取一些這個普通進化之果 好那我們支援加速呢這邊有25個 然後之後呢我們可以再去信箱 信箱這裡面也有這個獎勵喔 那這裡一鍵收取 也可以再領取額外的6個 還有這邊有100個普通進化之果 然後剛剛輸入那些禮包碼 又送一些這個進化之果 那這樣加一加呢就可以差不多有19個 然後你可以再拿你剛剛兌換的鑽石來這邊買 這邊的話可以再多買個 兩三個 那再多買之後呢再加上之前他送了10個因為我已經把他弄掉 大概會有22個這個高級進化之果 然後還有375個普通進化之果 然後呢這邊就可以開始去刷 然後刷的話就盡量 抽到那個剛剛講的那些角色 那比較主要的應該可以 算是抽到我們這一個 五星的烈奧尼打就剛剛講的那隻會所寫的 然後普通進化呢雖然也是可以抽到但是這個機率算是蠻低的 對的話這裡沒有抽到其實也是蠻正常 那如果我們都沒有抽到的話我們就要 點擊左上角的這個人物頭像 然後再選擇這個角色管理 角色管理這邊呢他就可以再去 額外的戰區去穿一個新的角色 那我這邊就直接點確定或者是你想要直接 繼續去用這個遊客登錄也都可以 好現在我們現在創進去的話我們再點擊登錄一下 然後順便也跟大家測試一下這個 換區的話這個禮包碼還有信箱的獎勵 還在不在 好那我們都刷完這個新手教學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 左上角還是依然有這個信箱獎勵可以領取 那麼再來測試一下這些禮包碼 到底還可不可以用 像是我們這個對話碼 tk888 tk888 然後兌換 像這樣都還是可以用 那接下來呢是這個ny77 ny77 然後一樣兌換 其實這個兌換都應該是還可以用 tscwd tscwd 好一樣兌換 一樣會有高級兌換之果 那再來是2a 然後7xds 2a7xds 然後再來呢是這個 5xf 然後aag 5xf aag 然後下面一個呢是這個 ssr888 ssr888 那下面最後一個呢是這個ant666 ant66 然後一樣兌換 那我們兌換完之後呢我們一樣可以來這個 信箱這裡領取一些這個果子 那其實這個刷手的時候方法還算是有兩個 就是如果你連這個都不太想做的話你可以乾脆 就直接 兌換完這些禮包嘛然後領取一下這個 高級進化之果 然後直接來這邊進化史詞 然後來看一下 不過的話應該還是推薦大家可以做到第2張刷網 應該這兩個相差的時間是不會太多的 好像是這次就獲得一個 赫爾曼 而且剛剛講的這些也都可以去領取一下 可以替換低星級的英雄 像我們這邊的商城剛剛這邊都還可以領嘛 像這邊有一些普通的進化果 可以稍微來領一下 然後登錄這邊就送呢 然後登錄就送了這邊也都可以直接領取這個名將關羽 他也是五星關羽直接送一個魔關羽 那下面這個呢是一百零抽了不過這個話要到角色20級才可以使用 而且他領取這個一百零抽呢是分成總共幾乎要 30天才可以全部都領取完了 像是我們這些普通之果呢也是可以來抽個20抽 那這樣加一加 然後每個帳號呢最多可以開到五個戰區 所以的話如果沒有的話就可能要多開一個新的 Facebook帳號 或是再用一些遊客帳號 好吧那我們今天的這個 以族騎兵的最強角色推薦 還有這個禮巴馬序號分享 以及這個刷手抽的流程順序教學 就差不多拍到這邊囉 我們下一集再見 大家拜拜